在李皮即将再度出任国足主帅之际,名嘴韩乔生,也对李皮的回归进行了点评。 在韩乔生看来,李皮是牵着咱们的鼻子走,而且只是为了钱而来。 此外,韩乔生表示,中国足球没有下线。 韩乔生表示,他不明白为何重新请回李皮。 也许是李皮在舒适区里待得太久了,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请李皮再回来。 韩乔生表明了自己不明白的理由,如果你是老板,请来一位战功捉住的专家,却未带来相应的收益,你还得支付不菲的工资。 你会用人不宜吗,还会把大把的订单给他经营吗? 李皮的二进攻,在韩乔生看来,是咱们被人牵着鼻子走,不过从辞职,到在进攻,老爷子抬高了身价。 从被动到主动,而且咱们是被李皮牵着鼻子走。 此外,韩乔生表示,中国足球没有下线,底已经漏了。 被誉为最强的BIG4,在亚冠赛场只剩下鲁能这块折羞布。 中国足球在亚冠的竞争力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 经历了亚洲杯和中国杯的失利,本以为中国足球已经跌到谷底了。 但看了亚冠的表现,中国足球的底已经漏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